朋友聊事介意 體驗很多個心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德國的B隊對上巴西亞隊 這場比賽是昨天打完的比賽 算是最新的國家被阻塞式聯賽的比賽 目前看起來巴西亞隊是很有可能可以晉級到世界前8或16 應該是有16了吧 這場打完應該就是有前16強 所以現在巴西亞隊也算是非常強力的一支隊伍 好 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的話是這個山寨吧 應該團載山寨 那山寨這張地圖這個城門的部分呢 你如果要趕路的話這個城門是不會自己打開的 一定要拉一直泥羊走過來 然後把這個城門打開 這個路才能被趕進去 像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趕進去了 那就是這張圖的一個趕路的細節 那通常呢打團戰的時候也是會趕路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趕路 如果你前面要打什麼 三棒棒裝甲塔之類的 可能你要出門時間更早 你的路可能沒法趕完 可能趕個一兩隻就極限了 那我是覺得你要根據自己的戰術 不要強迫自己趕完這個路 因為你有時候一趕完這個路 雖然經濟會很好 但是會導致你的出門時間點變慢 然後變成你的裝甲塔進攻公司 並不是非常有效果 所以這個是打山在這張圖的地方 要治癒的事情 你看這個路有四字 你要趕多久 對不對 那以一個正常開局方式來說的話 趕路部分還是會全部趕完 因為你不趕這四條路 其他人會趕 那如果其他人會趕的話 那個經濟效率就會差很多 那個路都趕到這裡來 那大家有人會說 那我可不可以三隻村民去這樣子遠程 打獵之類的 然後剛好模仿盡量差經驗 當然也可以 像這個人的圖就還不錯 你看果子在這裡 模仿差這個地方 他這樣子吃路 就不會跑這麼更長的段距離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想要趕路 然後用你的伺候去探圖 做更多事情的話 是可以選擇這樣做一個便應的 不一定是 只有一種趕路方式而已 當然這樣子 也不會說是最好的方式 畢竟你拉村民去遠程這樣打獵的話 還是會耗費這個村民的採集時間的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德國V隊的一個文明選項 我這邊先用 總體來講 Tritel Roland 欸不是Tritel Roland 這個是誰 這個是 巴西耶隊 不對這個是 德國隊 德國隊是LAC Tritel Roland 這個文明 比較算是 中期 比較強勢喔 那後期的話 雖然有莎迪利 這個食物減免的效果 那我覺得 以 綜觀來說 他是團戰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他的駱駝的攻擊力非常高 而且有這個沙奇馬 也可以適時的去轉出一些沙奇馬來打 比較適時 那就來看一下德國B隊另外一位選手 是這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的話 食物很快 但是打團戰的時候 基本上不會打這個貴毒鐵騎喔 已經是打工程器跟疾病的部分 對機動性來說 可能在後期的團戰來說 會稍微弱了一點點 但當然啊 有跑帽衣之後 還是可以出這個貴毒鐵騎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薩拉森人 薩拉森人的話 他的弓兵呢 射速是正常的 但是他打這個木牆 當然是非常高的 所以以前有個打法 薩拉森22匹小弓喔 直接高速 射爆對手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是在三戰單挑的時候 非常常見的一個戰術 但現在薩拉森的 的勝率現在沒那麼高了 因為他經濟真的很差 所以導致他在很多情況 就算打破木牆進去了 對手導致已經有準備了 所以通常不會有一個 太大的一個戰果出現 那薩拉森在團戰來說 我覺得外加部分 並不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真的是有點偏難打 你自己有自己 實際去用薩拉森來打 你就會發現 你就算是開個AI極限電腦 你還有可能 你經濟會稍微輸他 然後他的這個工兵數量 還比你多一點 可以稍微去做測試一下 就知道這個 薩拉森經濟是爛到一個不行的那種 接下來看一下薩拉森 薩拉森 薩拉森的話 弓兵射程是非常遠的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沒有拇指環 要是有拇指環的話 薩拉森的弓兵就會非常好用 薩拉森的弓兵雖然有射程優勢 但是也要特別注意上 這個數量的問題 在你自己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 很容易被對方直接數量 弓兵由拇指環的情況下 直接進去開射 射爆全部的長弓兵或弩兵 所以這是不列顛一個中期要注意的事情 那如果是單挑情況下 可以考慮出這個 不列顛長弓兵 加上這個 中頭的伸直 可以克制對方的戰毛兵 也相當好用 而且 而且打衝車也OK 對方如果打一個衝車爆的話 你的頭車也可以做到不錯的效果 然後個人認為還是打這個 長弓兵 加上級兵 還有頭車的路線 還有巨型托子機 一個打法 那團戰來說會比較單純一點 直接打巨頭加工兵就好 那有人說 那幾兵要不要出呢 其實是看情況出的 原來最主要的目的 你玩團戰外加工兵還是要 出多一點 才是重點 好 接下來看這個中國 中國的玩家 一開始雖然流程來說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但是他的工兵來說是並不弱的 三級射三級坊都有 而且有這個聯弩兵 那後期打聯弩兵的話 對中國的優勢會更大一些 那經濟上來說 中國一開始就有村民優勢的關係 所以並不差 所以中國的這個文明來說 我覺得 比較算是 團戰來說 比較不會出大事的文明 而且他一開始就有這個 織布技術的關係 所以即使被黑化 也不太會有那種 沒有織布 然後就被對方偷襲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中國 真的算是 有點做壞的文明 也不算做壞 就是很全面 真的是很全面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高免 高免的話 後期喔 可以打大象 那中期可以打這個奇兵 那如果在真的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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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後期 可以出很多這個奴炮 可以有兩倍奴炮的一個傷害 不是傷害喔 就會射出兩隻奴炮 還不錯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紫色 紫色是印度斯坦 那印度斯坦的話 最大的功用 就是他這個駱駝 駱駝傷害極高 而且還有這個火槍射手 是非常遠的 所以印度來說也算是一個全人系的文明 接下來來看這個 馬來 馬來的話升級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可以考慮打一個單TC速帝王 巨頭強弩的一個前壓喔 那這個打法是在 團戰來說 有一個這樣的戰術 那這個戰術的話 比較蠻吃 這次是太命點喔 還有你的內加的Cover 那通常你靠你一個人 要打強弩 推進去 你要給對方 內加蹲中 內加如果直接馬爆一波 你還是 強弩會被持放 所以這個打法算是蠻 不一定的 這個馬來的戰術其實還蠻多種 好 那我們之後有機會再來講解 好 那我們目前看到 德國B隊這邊 鼓動初級 攻兵四隻 三隻已經到達了馬來加了 那下方這邊也是喔 德國這邊採用的戰術是前期快攻 那巴西亞隊呢 是屬於一個外加 直接維號 然後出攻兵抵擋的一個狀況 那內加部分是完全不出兵 要來打直城的一個部分 那這邊他們要打一個最好的一個點 就是高零這邊要趕快先上城堡時代 然後3TC開出來 然後這邊不出騎士喔 那為什麼不出呢 因為你們看這個時間點 他上城時間是非常非常早的 他已經13分鐘出頭 他就已經蓋好城堡時代的升級 然後TC也已經蓋下兩個了 那這就意味著他說 他待會的肉 是沒辦法支撐這個騎士的出產量的 你看這個 這個高免人的肉 支援逼得很緊喔 這是緊 嗯 嗯 對 所以高免人這邊待一會 馬就會下的比較晚一些 那這邊還是會先把所有的木頭去撒田 好這是一個極速上城堡時代的一個打法 那為什麼他可以極速上城堡時代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升級是不需要任何的 那個建築物才可以升級的喔 連不用蓋兵工廠四級都不用蓋 那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然後就可以馬上提早做升級的動作 好那薩拉森人這邊果然喔 射木強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他們好像是想要打這個上古戰術喔 意外的打這個建築物真的是蠻好用的喔 但是傷害其實蠻高的 所以我覺得薩拉森這個戰術用到現金來說 雖然這個實際下午還是在的 但是對手還是太容易應對了 所以他勝率一直寫不太起來 就是這個原因吧 我想 他並沒有把這個工兵打建築物的傷害有所 再提高一點 我覺得應該可以再加個異攻之類的 對建築物傷害再加異攻 可能會有所提升喔這個勝率 好那目前外加部分工兵也是慢慢轉出來 第二個射箭場 那這邊薩拉森是打一個單TD 啊不是啊 單射箭場 然後慢慢轉出農田 然後上城堡時代的一個打法 但是比較沒有全力在爆兵的部分 那不列電的話就是雙射箭場 這個差別是有細微的差異的 那你就很明顯看到薩拉森這邊已經上了 但是不列電這邊遲止無法上了 欸這邊還上了 大概差了三十幾秒 大概是這個差距 那世紀帝國這遊戲的話 其實是蠻吃胎名點這個東西的 就是 你一個細微的操作 像什麼多蓋個兵工場 多蓋個軍營 多蓋個射箭場 都會大大的影響到你後面的升級速度 因為畢竟這些木頭 都是可以產出更多的肉類資源 好 那高明這邊3TC穩定運轉之後 這邊稍微用村民擋一下對方進攻時間 家裡的麻舊巷才蓋下去 騎士差不多現在才要出來 那肉量部分 剛好我們已經可以支撐3TC 150肉一直瘋狂運轉的狀況 欸但是 目前看起來 待會要轉騎士可能突然要多一點 這邊待會不列電就要上奴兵囉 而且這邊已經射進來了 這邊可能會死個一兩個村 趕快退了 再不退就要死村了 哇幹這死一村 你看這個傷害多高啊 傷害直接秒掉了一隻村民 好 那馬就蓋了兩個 待會可能還要再轉個BK會比較好 沒有BK的話 待會頭車奴炮 對後面這些工兵是比較好打一點的 畢竟薩拉生的工兵也來了 雖然兩架的工兵都跑到高明後面 先看到左邊喔 左邊這邊馬來以及城堡 城堡實在之後也開始出奴兵想要來做反制 然後這邊是出奴兵的部分 還有在開TC喔 算是比較OK的 而且這裡有個細節喔 馬來開TC是用一個村民去開的 他就是一個人蓋TC 然後把所有其他的村民喔 盡情的去採資源 當然就不會傷到太多的經濟喔 然後又可以顧到後面的經濟發展 這個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有時候你蓋TC太多人去蓋喔 會傷到一點經濟喔 會導致你的經濟產出 有一段時間可能會不太OK 導致你後面的出兵或是數量上可能會輸對手 好 那這邊城堡實在之後 騎兵馬舊單位 數量還是蠻多 在屯囉 這邊有在屯 這邊現在有四隻騎士 這邊先剩個防禦 好 果然有蓋這個BK 那這邊不確定要不要等BK好之後再進攻喔 好 那目前中國這邊也是直接打不列甸的家裡 那不列甸這邊的工兵雖然不夠多 而且不列甸現在有射程又四的關係喔 還是選擇撤退 那這邊對手曲折羅倫的馬 是在看這個工兵的路線喔 所以這邊中國可能要先撤退了喔 待會後面有更多的曲折羅倫的騎兵過啦 可能會承受不住這個衝擊傷害喔 好 騎士直接往上貼 但是這邊也有中國的工兵過來做幫忙 工兵第一時間要去射對方駱駝 駱駝的血量只要掉光之後 這一波騎士就可以輕鬆吃掉工兵了 好 騎士完全沒有打駱駝 這個很關鍵 駱駝的血量也是慢慢的掉下來 因為工兵輸出還是蠻好的 兩邊射的結果 目前是以巴西亞隊獲得了一個全面勝利了 那後方向中國隊要趕快跑了喔 後面很多工兵在追著 那馬來的部分看起來那一波有直接回家了嗎 好像是送光了 那家裡就慢慢產出一些工兵來 好 但是這邊 跟印度斯坦喔 並沒有出太多的兵喔 而是很專心的載農 農道連4TC都開出來啦 不是4TC也是5TC欸 太狠了 試一看這個男人實在是太狠了 印度直接出5TC 那最近的改版喔 印度斯坦村民的肉量消耗 有稍微NRF了5%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 像這個效果 現在沒那麼誇張喔 但是還是減免蠻多的啦 那也是 這個文明喔 也確實足夠讓他可以蓋5TC出來這樣農 因為通常一般的文明喔 你要5TC 砍村民的話 其實很容易斷肉 你的肉是很容易不夠的 好 這邊一個站位直接卡住 讓這個騎士直接可以進來 砍這邊伐木工 好 那就有一隻工兵在射 乖了乖了 好 我們來看下方 下方這邊 中國準備要被衝擊TC了 這TC血量掉的很快喔 待會看一下要怎麼解 因為這邊不列典有射程優勢的關係 TC 實在是太遠了 好 這邊可以安心的射TC是沒有問題 但後面奴炮來了 好 那馬鳩也是開始往前蓋了 好 這邊開始慢慢轉兵 資源也是用的非常極限喔 那目前村民最領先的喔 是這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完全沒有出兵的狀況 一直在瘋狂暗村民喔 村民暗到97隻了 目前經濟最不好的是薩拉森 薩拉森只有44村 真的很悲催阿 薩拉森 而且薩拉森還打一個單TC 經濟就已經不是這麼好的文明了 然後還單TC打更慘了 那我覺得德國畢隊在營運上來說 可能會需要一點加強部分 他們雖然很激進喔 想要去主動拿下這個主 主動權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就是 很容易會消耗自己太多的手術 去操控這些前線的兵 然後導致自己家裡的經濟 並沒有弄得太好 然後又變成惡序循環 那巴西列隊的打法都算比較偏防守 專心防守開農 然後適時的拉出一些兵去騷擾 那這個確實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作戰方式 因為畢竟你經濟不好的話 你不管是想要打什麼戰術 你到了後期必定是會輸的 因為對手可能也會開始NO 然後你又打不到太多東西出來 那你只要時間過得越久 這個經濟效益就會越輸越多 就變成滾雪球式的一直瘋狂落敗 所以我就覺得 德國B隊這個打法我並不太喜歡 好 那巴西列隊這邊經濟開始慢慢強大起來 待會雖然 驅著羅倫這邊馬的數量很多 高明看起來很少 那我覺得到了 再過大概十分鐘之後 高明的經濟就會完全展開了 好 那個就是我現在說的喔 中國有母子環的關係 射速可以直接射爆對方不列顛 不列顛沒有母子環 這個很明顯使用這個射 射速優勢喔 射爆對方一堆弓兵 哇 這個就是不列顛的杯哥啊 雖然可以走A射程優勢 但是並不是非常好用的感覺 那個盧炮是不是沒有控好 但是有串燒到欸 唉唷 不錯欸 這邊驅著羅倫第一時間還在控家裡喔 沒有看到 好 我們來看上方 上方斯拉夫也要出關了 這邊果然是打一個工程器開局 到了快到帝王時代的時候 蓋下了非常多的軍營喔 然後還有一座城堡 那這個城堡蓋下去之後 就可以點下王者四重 復兵單位 這邊驅著羅倫做個包夾 這邊包夾的話 這坡公兵可能會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但這邊第一時間 要趕快硬點駱駝 駱駝先點光 待會先要殺奇馬的話 靠隊友的高敏的兵就可以了 但是數量上並不是很多 因為驅著羅倫的單位實在太多了 OK 這一波交戰 對方的不列顛工兵也是很努力 去點後方的工兵數量 但是這邊似乎沒有打到太多 好 但我覺得不列顛這邊的細微操作還算不錯的 後面有一頭工兵 還拉了一半左右的工兵 到前方去射對方的工兵 但是由於沒有拇指環的關係 還是容易射輸喔 哇 這一波大戰看起來 驅著羅倫全部送光的所有單位 但是高敏的部隊雖然也送光 但後續經濟實在太好 補出的馬數量也是馬上補回來 那這邊上到了帝王時代的高敏 我剛看錯了 這邊是印度散上帝王 OK 因為畢竟他沒出兵 好 那下方兩邊都打得非常精彩 有點算是五五開始局面 那驅著羅倫這邊 待會 再繼續出駱駝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剛剛驅著羅倫這樣搭配不錯 就是一半出驅著羅倫 一半出駱駝 一半出駱駝 但現在高敏的兵 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可能要全部轉落頭會好一些 好 兩邊的單位直接開打 但是騎士出量稍微有點輸了 工兵單位也是要開始慢慢往後走 好 這邊不列典要做個細角 明明是不列典有射程優勢 打到好像什麼伊索比亞 瘋狂近距離開射 他玩得很不像不列典啊 這位玩家應該很適合玩伊索比亞 但伊索比亞應該是被ban掉的 因為伊索比亞是 不選即ban的一個文明之一 在團戰模式裡面來說 好 那這邊印度斯坦 有這個帝王駱駝 現在一個人打兩家 但是遇到對方的斯拉夫級兵 還是會瑟瑟發抖 因為對方的王者四重 待會點下之後 露兵傷害是打所有的 單位都有這個 擴散效果 這邊級兵真的很痛 別搓爛這些駱駝 拔鞋對下方已經 屍體遍地滿布了 目前 不列典這邊城堡沒有 第一時間把城堡往外插 碰到這個石頭有點可惜 但沒有辦法 這個石頭在這附近打 所以一直沒機會蓋也是很可惜 這個石頭要是能搶下來的話 對不列典來說是一件好事 城堡目前應該在比較保守的位置 那我覺得也OK 因為畢竟也在TC附近 可以守到這塊金來說 還是很OK的 這個城堡 好 那印度斯坦 待會要考慮的是 要不要繼續出帝王落塵 還是要適時的轉出一些古拉姆啊 去抓掉後面的這些 這個叫什麼 投車啊 或者是擊兵喔 但擊兵是很有可能打贏古拉姆的 因為古拉姆本身進防比較低的關係 所以擊兵也可以造成古拉姆非常大的傷害 而且還有擴散效果 所以我覺得印度斯坦 這邊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出駱駝加火槍喔 是比較首選的一個打法 那工兵的部分就要靠馬來多出一點了 工程單位的話 出個火炮也OK 更適合一點了 因為火炮的話也可以克制對方斯拉夫 那斯拉夫本身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我覺得這邊轉一點火炮出來 對他們來說是件好事 好這邊上方必先去把巨頭司機給抓掉 上面先抓巨頭 下面工兵直接開射 那兩邊的工兵實況其實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由於正面部分 斯拉夫的力量被削弱了很多 並沒有太多的擊兵在正面做幫忙動作 所以這邊巨頭基本上是送光白給了 好欸果然出火炮了 對沒錯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很有概念的 知道工程器是要出火炮去反制的 欸果然那這時候高兵轉出了他們的大象 大象一出來之後 世界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樣了 待會精銳毛巷服一登場 後方的城堡只有化成平地 連工程器都可以考慮不出了 當然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出一點巨頭 去後面慢慢增加一點傷害 畢竟純大象來說的話還是要拆一段時間的 好那果然高兵是打一個大象配騎士的開域局方式 混合系的一個騎兵打法 會比較好一點 跟純騎士的話很容易被對方駱駝康克 但駱駝雖然也是康克大象的一個單位 但是大象的血量夠夠坦 而且攻擊力也夠高 所以打駱駝來說其實有點4-6開喔 稍微被康克一點點的感覺 好那目前騎士 可能要先退喔 這邊不能硬打 這邊可能要先等大象 欸大象已經在頂了 哇他們這邊 果然用一個釣虎離山之計阿 把所有敵方單位吸引到下面 大象直接在後面頂掉了 我剛剛還想說他們要蓋工程器 欸還真的有蓋巨頭 但是不是在打城堡 好那目前高兵的一個打法 阿 疑似 上來硬彈 大象直接彈至正面 好坦好坦 這邊 普列甸其實要趕快抵一下房子喔 後面很多駱駝在跑來跑去 沒有戰場可以輸出 好 普列甸 攻兵在後方輸出 下面有相當多的毛病 想要來做反打 但是大象正面已經 滅過去了 知己帝國的大象根本就是坦克的存在阿 這個坦克的數量一多喔 連對方都很難突破這一道防線跟進攻喔 好那大象數量稍微有點減少了喔 攻擊力21攻的大象 跟鬼一樣 然後血量320 人家192遊俠的攻擊力也才14加418攻 他21攻還多3攻 血量還是192遊俠的兩倍 就知道這個 大象是多麼坦克騎士單位的一個存在 連駱駝都要進退3分阿 真的是 太猛了 好 嗯 中國這邊工兵也是第一時間去努力 想要處理駱駝 但駱駝的外傷害還是蠻高的喔 把大量的大象也是直接正面砍掉 但是後方補到更多的大象進來 直接做一個正面的硬打 目前巴西耶隊我覺得有一個明顯的上風優勢 八象後面儲蓄不外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看一下上方戰線 上方戰線的話很多疾病已經打了 但是並沒有打出一個正確的一個 破口點喔 這邊有點焦灼戰 但下面已經快要撐不住了 大象已經撵了過去 後方 中國的巨型頭司機也在做開拆城堡的動作 待會城堡越來越少 大象就可以更輕鬆自在 欸 這邊登鼓隊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巴西隊拿下第一場的勝利啊 哇 巴西耶隊打得著實漂亮喔 那個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喔 經濟是高免拿到了第二名 那印度斯坦這邊是5TC存榮的關係喔 重關經濟裡來說裡面最好的 你們看印度斯坦本身其實是沒有任何的 也不能說沒有任何經濟加成喔 這個肉的減免就算是種經濟加成 而且這個肉的減免我覺得效果實在太好了 讓它可以爆出更多的村民喔 那村民本身就是一個可以提高經濟的最快方式喔 比起什麼挖木頭增加20%效率啊 或是挖金20%效率 我覺得像這種波斯啊或印度斯坦喔 可以直接對村民的造價或是產能速度提升喔 對經濟爆來說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還有這個圍巾的輪軸技術之類的 那我覺得巴歇隊這邊選的文明算是偏ok的 而且都有選到一個中後期喔 可以做一個大後期的cover的一個動作 那斯拉夫這文明就是很尷尬 你後期就沒有太多的騎兵單位啊 可以做一個萬歲衝鋒的一個狀況 所以導致你要去打對方攻併只能靠工程器 那斯拉夫工程器又沒有火炮的狀況下 對方印度斯坦只要出火炮就可以counter對方的投車 那基本上不要有太大疏武化外加工兵 依舊是很難解的喔 所以傷亡一直變成五五開的狀況就是這樣子喔 那下方的部分喔大象真的是一出場之後 完全就沒辦法擋住了 雖然驅逐樂人的駱駝還是對大象的傷害蠻高的喔 但是實在是沒有辦法 這個血量實在太多攻擊也很高 打駱駝傷也是互相傷害喔 那最後呢這個德國V隊還是不敵大象的正面一年喔 直接打出了GG 好那我們就來接下來看下一場比賽吧 好遊戲來到第二場比賽 德國V隊對上巴西野隊 那這場地圖是競技場 競技場的部分我們就稍微前期快速的掠過 那競技場團戰的話我覺得應該會有蠻多特殊打法 我現在看到文明覺得不妙 這邊德國是不是想搞 好那我們來看德國先講德國 德國是這個條盾 條盾的話內加可以打這個騎士遊俠 那後面也可以轉這個城堡 城堡也可以用當作一個超強的防線 讓他城堡的點完銀罐之後 可以增加城堡射程 那這個射程呢是可以有效抵抗對方的火炮的 所以如果對方出巨頭來拆城堡的話 只能是唯一手段了 沒辦法用火炮 算是一個不錯抵抗的一個能力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火關地人 火關地人的話經濟非常好 內加如果專心農的話 可能可以農出非常大量的經濟 就是遊俠直接碾壓對手 但打到越大後期 如果對方也有遊俠的情況下 很容易打輸 雖然他有半價遊俠的升級能力 但是並沒有辦法打到非常後期 因為遊俠的部分他血量是少了C的 就少一個品種 所以後期一直互打 一直每次都插別人兩刀 人家可以少砍兩刀 他就可以倒了 但是他要多砍別人兩刀 才能打贏 這個差距就會越差越大 所以在這個遊戲裡面 血量的差距是非常嚴重 像是192遊俠跟180遊俠 雖然感覺差12滴血 但這12滴就可以大大影響 後面的一個 遊俠的數量 這是蠻重要的一個細節 好 那來講一下這個 Poshimia Poshimia也是偏後血 哇德國真的是想要打後血 他們是有沒有想到 跟騎要怎麼活下來這個問題 德國 第一隊現在選的文明都是偏 非常大後襲 那Poshimia的話就是 榴彈炮很強 其他部分有機會我們再繼續講 再來講這個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是這個 看錯看錯 看孟家 那孟家的話 外加通常是會打工程戰象 打一個快攻方式 那前期可以打工程戰象 然後後面用生旅在後面開奶 然後投車開閘 之類的 出一點工兵相公都可以 但是這個前期經濟消耗量會非常大 所以這間孟家他只有兩個選擇 一種是專心開農 一種就是戰象 幫忙開門 然後讓內加的條盾 用騎士跑進去打 但我覺得這個 不太符合這個打法 因為這個打法 基本上是要搭配工兵 而不是搭配騎士 所以我覺得孟家這個打法 基本上就被斷了後路 我們就只要 我們就只可以預設他是會專心開農 然後拆城堡 拆跟城堡在這個位置做防守 這是他們最有可能的做法 接下來看一下這個 義大利 義大利人的話 城堡的部分 是非常強大的 這個熱奈亞弩手 打大象阿 打相公 威力都非常的猛 基本上他是一國 康特兩家的 條盾阿 還有這個孟家拉 都是被射爆的 再來就是這個 博更帝也是喔 也被射爛 但義大利來說其實是不弱的於文明 我之前在單挑影片也說過 我之前用義大利爬了蠻多分的 因為 我們這種比較 菜一點的 大概1500分左右的玩家 很喜歡打馬 一言不合就是肉馬開局 不然就騎士無腦爆 那你玩個義大利 熱奈亞弩手出來之後 他們就突然傻了 打傻的一直還在出騎士 想用騎士黏死你 那你就用熱奈亞弩手很容易就反擊 然後一波打贏 然後他就GG了 所以義大利來說 彈性比較好 打騎士 熱奈亞弩手都OK 富兵來說的話還有傭兵可以打 算是半全面性的文明喔 為什麼說是半呢 是因為義大利本身 並沒有太好的經濟加成 像什麼印度斯坦或中國波斯之類的 那種文明喔 就會比較全面一點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匈奴 兇了的話最大經濟場優勢是不用蓋房子喔 那不用蓋房子的好處就是 雖然他的外牆沒有任何房子 可以當第二道防線 但是可以控制出很多空間喔 讓他在前期喔 可以多灑一點農田之外 省下木頭可以灑農田 而且也不用這些因為房子喔 導致自己沒辦法蓋更多農田出來 或是蓋建築物防守之類的 在經濟場來說的話 並不是非常強勢的文明 但是我覺得以他們這個作戰方式來說 打遊翔可能是賓佩克 賓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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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佩克的部分 賓佩克的部分 可能把其他遊翔文明給BAN掉了 最終才能選這個匈奴 這個應該是這個最大原因喔 好接下來看一下這個蒙古人 蒙古人的話後期一定是打蒙古圖技的 那馬的單位的話 可能可以打個草原騎兵啊 或是大洛馬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我個人是覺得打大洛馬就夠了 因為黃金全部投資給蒙古圖技會更好一些喔 大洛馬的血量還可以提升30% 雖然沒有這個三級防 會比較薄弱一點 但是以血度加30%的效果來說 已經很夠用了 蒙古的話前期經濟不會太好 打快攻部分不會很強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的話是選擇了一手比亞 一手比亞的一個前期抗陷能力很好的 但是如果打對方寶兵開局的話 例如這個波西米亞 出這個戰車保兵推喔 直接這邊插到城堡 然後戰車開出來 一手比亞就會非常痛苦了 那就是另當別論 真的會很難打 所以這個是待會一手比亞要注意的一個細節 波西米亞會不會過來插城堡 直接搞了一波 如果會的話 有可能要趕快去下修道院 但好像一手比亞的生旅科技比較差 我也不確定有沒有救贖思想 那如果是沒有救贖思想的情況下 他就只能靠頭車去做打戰車的反制 這個反制來說稍微有點難康可對手 好那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雙方的一個作戰選擇 那孟佳這邊有要打算打快攻嗎 還是要開農呢 然後這邊都上到了封建時代 而且這邊都標準的開出了 兵攻場跟市集的一個選項 這一個標準經濟開局 就是要來直升直成的 經濟場通常很少人會打封建 因為封建失敗率很高 除非你打這個什麼裝甲塔 或者是一些塔弓弓戰術 單挑來說的話比較容易成功 反正來說你就算打進去了 很容易被對方直接一個蓋寶 然後直接火槍兵吸棒的征服者 或是什麼風行炮出來之後被反推回去 然後因為你前期打了一個裝甲塔弓弓的關係 或是直接一個單純塔弓弓 導致你的經濟沒有辦法那麼好 很容易變成封建打神寶 那對方推到你家門前的時候 你也才剛到神寶時代 這個各種細節就會變得很難打 所以在團戰來說 我是不太建議打這個太弓的部分 還是一樣就正常上城堡 該打寶兵就該打寶兵 該打這個工程戰像 就打這個工程戰像 好孟加拉這邊是選擇要打快攻喔 城堡快攻 大象配工程戰像 那後面要配總兵當一個主力呢 條盾會來幫忙嗎 條盾不會來幫忙了確定了 條盾是打一個正常的開農開局方式 那孟加拉這邊是選擇一個生旅開戰喔 孟加拉的生旅戰是非常強大喔 因為他本身生旅的血量 不是血量 防護率是很高的 雙防有三的關係喔 所以對方的工兵跟戰矛 還有擊兵單位喔 打他們的時候 並不會這麼痛 而且 因為存活率很高的關係喔 你去招搶對方單位喔 或是開這個工程戰像 補血也是相當好用 那我在想孟加拉這邊可能是要 不自開幹吧 就是直接出這個孟加拉人的工程戰像 然後配一點相公 但相公的話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出的話 CP值感覺也沒那麼高 但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出一點會比較好 因為 只靠生旅的話會很困難 生旅的話是單純可以去 幫這個相公補血喔 是比較好的 但對手已經早就蓋出了這個 很飽了 所以現在要進攻來說我覺得不太可能打得贏 我覺得 孟加拉沒什麼機會 孟加拉這樣打單幹的話 被擋下來機率太高了 而且對方城堡 勒納爾弩手我再出 並沒有出兵喔 有很單純的 把該出的兵給出出來 那勒納爾弩手的話 又可以counter對方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 生旅喔 生旅本身來說 只要箭矢多一點喔 還是很容易被射光 那我現在不確定的是 那勒納爾弩手 對工程戰項 會不會有額外傷害這件事情 基本上以屬性來說 裝甲戰項是 騎乘單位喔 所以擊兵對他來說會有額外傷害吧 印象東來說是沒錯 那勒納爾弩手會不會呢 這就是個問題 因為勒納爾弩手 是對騎兵單位也是會有額外傷害 那戰項也是嗎 哈哈 看看結果 孟加拉看到對手 直接蓋城堡 直接往後走 倒是 直接想無視義大利 就跟我們台灣B隊一樣喔 瑪莉直接無視義大利 大家都知道 義大利真的很難產 義大利真的是不好搞 尤其是這個勒納爾弩手 一出出來 你要正面硬剛 是很容易出事的喔 所以也不是我自己在那邊唬爛 什麼義大利很強很好爬分 他是真的很強 但看起來他經濟沒那麼強大 而且還要打寶兵的部分 但是只要一能順利的打出 勒納爾弩手之後 問題就不大了 就可以真的是順順的開射 好 那這邊戰項我往上走趨勢 會不會射到一發嗎 欸不會有外傷害 哇這邊射到戰項只有一滴血啊 那這個就不是一般的騎兵單位 OK這邊有拉了幾隻的勒納爾弩手 去上邊做反制 下面攻擊第一時間射掉 這邊找到了一隻勒納爾弩手 這邊大象他想要回頭做反擊 雖然兵控的還不錯 那伊索爾弩亞這邊是打一個森綠喔 森綠有稍微打一下 稍微驅逐一下 對手會不會打一個寶槌喔 或是一個戰車開始騷擾 但Pushimia是一個外加開農 太大膽了 是我的話我不太可能會這樣打 因為風險性太高 至少我會像Pushimia在家門口附近 蓋一座城堡 稍微防守一下 像義大利這樣子 會比較好一些 風險程度沒那麼高 因為畢竟你看 孟加拉果然是打一個快攻喔 但是他一個城堡 就直接成功擋住對方的一個 前騎快攻的一個打法 那一家部分 稍微轉出了一點馬 直接用輕騎兵的部分 直接硬砍掉對方的 一些工程器單位 這樣就很賺 目前條盾的話也是出一些重裝騎士 不是條盾啊 伯根蒂我想到 這個時候有人上帝龍時代也太快了吧 而且重裝居然也好 好看錯了 伯根蒂的話 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重裝了 但是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所以血量來說也是120D血 跟一般的有品種騎士是一樣的 但是攻擊力是多兩攻 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一般其實是十攻 十加二 他是十二加二 攻擊力會多兩攻 好 那目前等一下帝龍時代是 波西米亞 那一家的部分是 桃盾 後方 是 伊索比亞這邊也要上帝王 奇怪 你們怎麼外加都上帝王 這個跟我想像中劇本差蠻多的 好 這邊做一個招翔 能不能招到呢 有點可惜 沒招到 但是伯根蒂看到 任娜奴手只能射射發抖 趕快往後退 這個不退肯定會被射光喔 好 目前兩邊都準備要來打一個帝王大戰了 稍微加速一下 我覺得這個孟加拉感覺不是很熟練 哇 你太誇張了吧 這個孟加拉 居然單TC 這樣打後期 競技場 應該是沒救了 我覺得德國 B隊 兇多吉少 但是有波西米亞 感覺很難說 波西米亞我覺得是關鍵 有可能嗎 波西米亞一個人拯救世界 火炮開始再出 榴彈炮 待會等等也可以做升級 那伊索比亞本身也是有這個 榴彈炮可以用的 伊索比亞點下金冠之後 這個落彈的一個範圍傷害 跟榴彈炮其實蠻像的 好像比波西 好像兩個差不多強的感覺 不知道我太確定哪個比較強 有點難說 兩邊都有火炮落彈範圍的一個文明 好 蒙古果然出了蒙古圖祭 但蒙古圖祭的科技要全部點完還需要點時間 摩子丸品種跟種技術 還有安息人戰術 都需要點了支扣 還有三攻三防 還有精銳 全部升完之後 才可以把這個蒙古圖祭的一個能力 發揮到極致 這邊伊索比亞的疾兵直接戳爛 對方的馬 哇這邊馬直接被戳爆 這邊藍姐打得很好 雖然正面慢慢被往回推了回去 但是還沒有升級為榴彈炮的波西米亞 還是需要點時間做發展 目前看到伊索比亞這邊是沒有直接打工兵 而是打一個疾兵路線 但是自己也短處的火炮 待會伊索比亞點下了金冠之後 火炮的效果就會非常誇張了 好 那目前條盾轉出了工程器 工程器的話 條盾的工程器有這個鋼鐵甲可以使用 工程器可以加三防 還是五防 有點忘記了 加多少防 會比較坦度稍微高了一些 對方的工兵啊 或是一些傷害 會降低一些些 喔這邊蒙古圖祭射爆了一個火炮 蒙古圖祭的一個特殊能力 是打對方工程器有外傷害 所以抗對手的巨頭啊火炮還有衝車 毒炮之類的單位喔 都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目前德國B隊戰上了上風 進攻來說蠻有威力的 下方這邊距離投資機 又一個非常好的遠距離位置 慢慢做一個工程的動作 那後面有非常多的中型投資車 可能需要靠大量的一個輕騎兵喔 大洛馬直接吃光後面的一個 導降生旅的數量 還有這些工程器單位 那...博文帝這邊有點尷尬喔 還在城堡時代喔 這時候的博文帝應該... 掉到帝王時代了 但是...他還在升級 他這邊前面有稍微出一些馬 我在想是不是一出一些馬 導致他這邊升級有被delay到了 OK 這邊點下牛莉彈射器 第一手BR總武點下金罐 壓回金罐點下之後 他的火炮跟巨頭 就會變成非常強大的爆炸威力了 那你就看這個...範圍有多廣 好 這邊遊俠要點下 牛莉遊俠要點了 點下去之後... 看有一個機會喔 把這一坨生鯉戰打贏了 好 這邊都容易破城門進去 而且破這個伊索比亞的火炮已經升級好了 落蛋範圍已經變得非常廣闊 哇 還砸死的自己的嘛 這個太廣了 很容易砸到自己自家單位 砸到村民 直接剩一滴血 好像沒有完全震動命中弘性的樣子 要躲過一點傷害 好 這邊直接砍了進去 遊俠也快要升級好 在10秒鐘修奴就已經變完成體 但上方... Posimia 不是Posimia 孟加拉加上條盾的聯軍 已經殺入了... 義大利的家裡 但義大利家裡後方有非常多的 弩手在後方做墊底的動作 也沒有第一時間被突破 那這邊在等待一次 匈奴的升級完全升級好之後 要搭配隊友 這個蒙古加匈奴的遊俠 直接來回救一波 因為匈奴第一時間是沒有去救義大利的 義大利這邊也知道自己將會沒有隊友 所以把大量的熱耐弩手放回家裡 但是下面這邊已經擊潰了異國 那目前德國B隊也意識到自己已經少了一個隊友 那這邊一定要再拖一加下水 那這邊待會遊俠就要來救了 還有蒙古突擊 果然是這個畫面 這邊蒙古突擊三隻兩發直接射掉一台中頭 傷害非常高 那這邊升旅戰手速夠快嗎 可以全部招翔掉對方的一個遊俠跟蒙古突擊的數量嗎 我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一個 哇!頭車砸得還不錯 傷害非常高 那第一時間匈奴也是直接硬上也沒有撤退 這邊升旅一直想要努力招翔一直一直在慢慢點 但由於手速不夠快的關係 只招翔到了大概六個單位 六個單位直接被招翔掉 然後結果就沒有藍號了 目前德國B隊完全潰敗 中間戰場打輸了 那上方戰場也沒了 隊友也少一個 那感覺德國B隊這邊的戰略 並不是打得非常好 看來這場比賽已經要來到了末期了 現在是三打四的狀況 雖然大家都還有單位 但單位其實也不多 而且匈奴跟蒙古突擊 唉唷這邊找得不錯 風突擊已經慢慢成形起來了 待會就有點可能會越來越沒機會了 果然巴西A隊獲得了這裡 我們恭喜巴西A隊 德國B隊有點可惜喔 前面的戰術這邊打得還不錯 但下方倒的有點太快了 這個傳本一破就長驅直路了 摩西米亞就瞬間消失了 那你就說 欸那他的隊友在幹嘛 他的隊友 阿諾 被伊索比亞戳爆 只能轉 只能轉自己也轉幾兵喔 但是他一轉兵的一個當下 沒有優雅 基本上就宣告失敗了 這場比賽 呃也蠻可惜的喔 這個 嘖 我覺得 德國B隊可能沒有想好自己 該選什麼文明來上這個競技場 反正覺得經驗不夠多吧 畢竟有很多隊伍 隊伍的一個參賽喔 他們是沒有比賽經驗的 所以BANPICK跟一個文明的選擇 或是他們的 文明量喔 練的不夠多 可能大家會聞的文明 可能就是那幾些 如果你突然要去打的話 可能就會打得不太好 也會有這種狀況出現喔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稍微講一下這個巴西野隊經濟喔 好 蒙古這邊經濟就還是最好的 這邊有四個聖物喔 那條段是 大概是第二 那第四名的話是 兇人 兇人的話 意外的經濟還不錯 並且不用蓋房子喔 剩下來非常多的木頭 好 那我們這邊就恭喜巴西野隊 拿到第二場遊戲的戰略喔 那我們就來看第三場比賽吧 好 遊戲來到賽末點 巴西野隊對上德國B隊 第三場的比賽 這場打的是比較特殊的比賽地圖喔 中間是有一個大草原圍圍起來 外面都是非洲林地的這種感覺 有這個少量的黃金喔 跟一些礦物資源 那中間的話算是西數的茂密地帶喔 中間的話並沒有太多資源 就是一個單純戰場 而且大家都離得非常相近喔 所以很容易可以打一個快攻 或是去偷幹對方的羊之類的 但是不太可能啦 這個沒有什麼野羊 我記得這樣圖野羊並不多 等一下就找完了 對阿 好 一開局喔 這邊 巴西野隊就拉了一村 要來開搞對方的一個路喔 那我們這邊就不 待會有機會再來介紹文明喔 這張地圖的細節就是大家都離得近喔 所以你可以第一時間去打對方的路 但是你要小心對方的村民 對方的刺口 那如果你要這樣搞的話 第一時間要去點這個 織布技術的升級 這邊直接射死 那還好啦 這邊已經趕到TC附近了 好 那這邊果然是巴西隊主將喔 F1RE 這位選手也是我們頻道上單挑場出現的一個玩家 那這邊開搞方式直接搞了兩架 藍色加上內加的綠色 直接被兩村射爆了一堆路 然後這些路都沒辦法趕到TC內 造成他們路一開始的攝取量會比較少一些喔 這邊還搞了一個房屋在這邊 讓他們沒辦法蓋下這個模仿喔 然後這邊還偷吃人家果子嗎 哇沒有這邊還要圍果子 太狠了 這就是職業選手 一言不合就想開搞 他們也是錨盡全力喔 紅色這邊也是喔 不會是巴西隊 兩邊各種稿 那這邊是打告 打告的話也是非常強力的一位職業選手 欸這把有名的選手都出現了欸 那米格魯也出來了欸 黃色是米格魯欸 哇這個蠻狂的喔 刺猴可以高打地 再扁一下 全套扁刺猴 刺猴瑟發抖 那大家都會說 欸奇怪兩邊都是三攻 為什麼刺猴會打輸村民 因為刺猴是沒有防禦的 那村民等一下之不就有異防了 所以這樣一直打下來很容易打輸 唉單次刺猴過來完蛋 沒救 這邊直接硬砍 村民沒了 這就是一隻開稿的一個問題點 如果你真的要搞成功 搞得比較完美 就要像他這樣子的樣 開局直接拉兩村 那這邊開稿之後的一個結果 變成造成 這個叫什麼 打入皮圖 一定要在這邊 蓋果子 如果不蓋果子的話 要把這個木槍給打掉 那他這邊是選擇了找徐去後方開伐木場 因為這邊要趕快伐木 才能到後方去擴展經濟 目前看起來前期的肉量授取會比較慘一點 你看這邊肉已經腐敗 直接少了 50肉了耶 140肉變成90肉了 這樣前面騷擾 確實讓 藍色的肉量攝取變得很少 這邊拿更多村民想要來直接開圍 這邊把房子蓋好 繼續圍 對手也是很努力想要圍好 這邊想要打破 但沒有機會 那這邊果子應該是圍不到 後面想要來繼續後面途徑 那這邊途徑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不能蓋建築物啊 不能蓋建塔 因為這邊要封建時代才可以去蓋建塔的關係 但是他這邊要上封建時代很困擾 他拉實在是太多村民去搞對手了 導致自己經濟很慘 你看現在其他人可以點封建時代 上這個時間點是要點的 但他這個沒辦法 他可能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至少還要再等個兩分鐘起跳 去蓋對方的一個果子 這邊果子有一個人已經可以正常射血了 拉這麼多村來弄也是相當不容易 目前看起來 卡告這邊也是弄得差不多 也弄到了一坨果子 後方果子沒有弄到 但基本上每一家都是有被搞到的 德國B隊 德國B隊這邊有沒有繁治互搞呢 看起來是沒有足夠的手術 可以去搞對方 這個就是經驗上跟實戰上的經驗差距了 還有手術的差距了 這個真的是沒辦法 對手就是職業選手 就是可以做這麼多奇怪的事情 然後還不會輸 一般來做這種事情 早就出大事了 好 那紅色也點下了封建時代 你看這邊只拉一旬去搞 還要多花兩分鐘 那他這邊多拉了四到六村 來搞人 那可能是要再拖個五分鐘才能上封建時代 哈哈 這邊吃頭雖然送掉村民殘血的要趕快跑 那第一時間上到封建時代 這個綠色也被打到有點害怕 但其實 綠色還在黑暗時代是不能 是不能蓋箭塔的 那我覺得這邊最好的反制方式 就是趕快插一個箭塔 走一個支援點 例如插這個位置 但這個插箭塔時間點已經過了 也像插箭塔的話 很容易被對方的村民爆打一波 這個箭塔 如果你用拉更多村民去反制對方村民 這也是可以的 但是綠色目前沒有這個插箭塔的想法 而是很單純要出兵防守 村民直接開扁 巴西人的村民有這麼兇的嗎 巴西隊有點猛 巴西是個戰鬥文明 戰鬥民族 好 目前看起來兩邊的一個交換結果 目前巴西隊還是有一個上風在 村民術也比較多一點 多了快十村 這邊由於肉量授取比較少一點的關係 這邊已經被迫撒田了 而且這邊木區也被搞 這邊綠色基本上被搞到生物法治裡 經濟非常的慘烈 雖然後面有法木場了 這邊最有意思的是 還沒有點封建時代啊 立陶宛 這邊點這個石頭也圍起來 中午點下的封建時代升級 這邊也是被迫撒了一點田 有些人說欸為什麼要撒田啊 黑暗時代 主要是因為柴果子的速度實在太慢了 撒農田的話其實經濟來說還算比較好一些 好這邊直接原地要開一個伐木場 那可能這邊要去小微一下 然後再補一個電塔出來比較好 最好是劍塔放在這個位置喔 但他這邊這樣子沒辦法 為什麼要放中間是因為可以讓其他村民也可以走 或者是直接挖完之後 中間兩個先挖 把劍塔插在中間這個位置 讓村民也可以進去避難 但是這個細節部分 有點算是太細了 其實不做也沒關係喔 會被抓的村民就是會被抓 好那這張圖看起來搞得還不錯 立陶宛這邊 前期由於有150肉的優勢關係 拉兩村去開稿 但是並不會讓他造成斷村的 好那目前瑪雅也還在出弓兵 瑪雅這邊有異攻的優勢喔 這個傷害很高 這邊吃手絕對只能跑 不管是數量上 攻擊都是大叔對手 這張圖打快攻真的是蠻有優勢的 可能可以瞬間秒殺對手 分明說已經落後了六村的德國B隊 但是經濟還是很努力農起來 這邊直接拉大十槍 這邊有很多刺猴 數量上其實蠻多 那一家的出漏部分 出馬部分數量是明顯輸給對手 而且米國這邊漏馬有夠多 加上馬扎爾的漏馬 哇這邊直接爆卡一波 抓到非常多村民 這邊要撤退可能沒辦法 後面長龍兵現在才過來 但後方的毛兵也過來要來打對方槍兵 對方槍兵第一時間也被收掉了兩隻 然後後方更多洛馬 哇靠米格魯的馬 法蘭西 洛馬五四滴血 直接玩 玩碰對方對手了吧這個 這個沒救了吧 好多洛馬 哇打打這邊洛馬自己是完全不敵對手 哇這個總共兩家加起來的馬 雖然總共有十五隻啊 快暫停 雖然垃圾兵非常的便宜 是 依舊擋不下來這麼多馬的進攻 沒肉 真的是沒肉 哇他連這邊鏡塔插過來這邊直接滴木牆然後跑過來這邊圍 然後去射對方的這個墓區 但是還是讓他跑出去啦 剛好挖出一個洞來 好即使可以逃生出去了 那這邊目前他是想要 跟著對方一起出去喔 所以在這邊就打木牆 然後這邊可能還是插根鏡塔 我就知道 呵 再搞一個伐木牆 這邊再走出去 再去追對手 看你要去哪裡 你為什麼要跑 What do you run 呵呵 是這樣講嗎 什麼事喔 好那這邊 大量的洛馬 哇 很誇張 有個數量非常的勇猛 怎麼擋呢 槍兵過去又會被毛兵給投爛 而且瑪雅的毛兵也很便宜 針對槍兵來說 綽綽有餘 洛馬互打有這個數量上的優勢 還有法蘭克的血量優勢 然後馬扎爾還有攻擊力上的優勢 各種優勢來說 巴西A隊實在是太猛 德國B隊 左矢有點尷尬 有點難打贏了 這邊要逆轉實在太困難了 就算這邊搞掉了F1R1 這個直接選手 他也是很快可以復輸復果的 不太可能 他就這樣直接倒了 而且對方 是沒有挖黃金的 我記得好像沒有黃金可以挖吧 對啊 這個地方就只能打 前期打一個垃圾兵 因為他這邊都是石頭 你要用出黃金兵的話 你一定要靠市集買賣 但通常不太可能會去 刻意去出黃金兵種 例如去打這個工兵 然後就去把自己的木頭 或石頭肉賣掉 那我說過一件事情 這個有買賣 就會讓你的經濟不好 所以買賣就是 當經濟的一件事情 在四季立國來說是這樣子 那剩餘石這種買賣的話 可能算是一種經濟成長 但在四季立國裡面 是這種經濟調配 但是會自損經濟的一個做法 哇這邊還幫隊友插劍塔的意思 哇這個馬扎爾 受到隊友的幫忙 劍塔開插 那確實這張地圖 挖石頭防守來說 是一個首選方式 算是比較低廉的防守成本 只要挖石頭 稍微挖一下 家裡可以防住之外 然後也可以很順利的 慢慢挖出去外面 去開始擴展環境的部分 那這邊目前 FYE RE 一直在追著對方村民打 讓對方出來的村民 沒辦法好好的出來挖礦 這邊已經拖到 綠色非常多的一個 出去的時間點 所以他現在防守 是最後一秒 被搞到真的是有點慘 那下方反而 雖然霸彈亭 看起來是有一些生機的感覺 但這都只是假象 這裡大坨 依舊沒有解光 這到底要怎麼打 這個看起來非常的難受 好 看到這一波肉麻再過來上來 硬打一下 但是毛兵也是不缺他 第一時間還是去打對方的槍兵 槍兵數量直接馬上被削弱 這邊法蘭克的伺候也不遠了 直接上去硬A 但是這邊有點損失慘重 槍兵也是脫掉非常多的肉麻 然後這邊快要送到城堡時代的法蘭克 這一波大戰把兵全部送完了 但是德國B隊確明沒有拿到勝利 這一陀的兵還是在這個中間做一個騷擾 上到城堡時代的法蘭克 待會親其病升級點下 二防禦點下 就會打出了GG 哇不用點下就打出GG了 我們恭喜巴西A隊3比0 直弱德國B隊 哇 德國B隊 正是B隊的關係啊 因為畢竟每個國家的A隊友還是比較強一些的 好那沒有關係我們來看一下巴西A隊的一個經濟喔 這個瑪雅經濟真的是前期還不錯 而且法蘭克也是喔 基礎經濟都非常好 那對方由於被搞到的關係喔 生活真的是無法治理 所以經濟來說是非常悲劇的 那前面這個開稿真的是沒有機會可以講解文明喔 但我覺得應該也不用 這個地圖前面的一個開戰是比較精彩的 文明介紹就可以先稍微略過了 那目前看起來的感覺是巴西A隊的戰術還是比較豐富一點嗎 那德國B隊的話就有點像是我上去打的感覺 我上去打的話可能就是像波斯阿 或是像這個藍色的達魯P圖一樣 就傻傻的被搞爆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反制 就認了覺得 欸幹 對方怎麼這樣搞 啊我要怎麼打 這種感覺 我很能感 我很能體會德國B隊喔 對 這個感受啊 這個尤其是波斯 被弄到真的是很慘阿 哈哈哈哈 哎呀這個沒辦法 這個就是今天上的差距 真的是多打就會變強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下訂閱 那如果你想要繼續看更多的國家B的賽事的話 也記得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